有一次美的火花 烈火燎原玩家 头皮从拥还有炎然的假花 战胜花蛇的模样 光潮中生枯花 英雄国王终究是大狼逃杀 了解古人经历 探寻历史足迹 若看不懂古文 不妨听听史迹 对历史故事感兴趣的朋友 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趣闻 喜欢中国历史的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歪歌社团的中国未解之谜系列作品 好了不多说了 下面就和想方一起听听今天的历史故事吧 我们中国人经常把我们的文化称为龙的文化 而把我们自己称为龙的传人 那龙又是怎么来的呢 本期视频就针对这个问题 跟大家探讨一下 关于龙的由来 历史学家们观点不一 但是对于龙这个动物是虚构的 大家都不否认 我们的传说中的龙是 一种身上有灵 嘴上掌有胡须 而且还有呼风唤雨的本领 在中国的古代 可以说是处处彰显着以龙为尊 而且连古代位高权宗的皇帝也自称为真龙天子 就连普通百姓 对龙也是处处推崇 比如希望儿子将来能有出息 把这个叫做望子成龙 没有听说望子成房祖民的 虽然怪于龙的由来 各方说法不一 但是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说古代本来有一种动物 但是很多人都没见过 被大家传的时候添油加醋 一鹅穿鹅 最终就传成了龙这个动物 而对于这个观点 专家们认为 这种动物应该是剧情的鳄鱼 骄鹅 因为它的外形 比如头 眼 身 鳞 爪 杖等等都和龙相似 而且骄鹅的寿命很长 可以达到数万年 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奇异的功能 它可以很敏锐地感受到天气的变化 并且在下雨之前 会嗷嗷直叫 所以古人们可能把事情弄颠倒了 以为雨是因为它叫 才下的 所以误以为它会下雨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我们歪哥社团团长山东忽宝义 在写小说《宇宙巨变》 第九回龙图腾的时候采用过 是皇帝打败赤油之后发生了事 那时候因为赤油战败 其他部落也就纷纷归顺了皇帝 但是皇帝觉得 他们现在归顺无非是因为自己兵枪马撞 倘若有一天部落内出现什么动荡 大家肯定还是会各自为王 只有想办法让他们真心归顺 才是上策 经过苦思冥想之后 他觉得应该在图腾上做文章 原来在各部落还没统一的时候 每个部落都有代表自己的图腾 比如中原地区的 有熊士用的是熊图腾 而西南地区也有用户图腾的等等 皇帝心想 现在各个部落都统一了 该用什么图腾好呢 他自己想了半天 也没想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 于是便召集各个小部落首领来开会 绝大部分的人都建议继续用中原地区的熊图腾 但是皇帝不同意 他害怕那样会惹其他首领的不满 后来有人提出 可以把各个部落的图腾笼统地拼接起来 拼出一个新型动物 这样不但可以代表所有部落的图腾特征 还抑郁着这一个新的图腾将拥有 各种动物的本领 象征着无上的权利和威望 后来经过大家笼统地拼接 拼出了一个鱼鳞护蛇身 石头掌龟眼 虾腿配尸尾 牛耳搭鹿角 穹掌声音找的怪物 鱼鳞和蛇身代表 它不但可以像蛇一样灵活自如 还能像鱼一样在水里生活 石头代表它的凶猛 龟眼说明它长寿等等 总之它可以上天入地 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并且寿命还很长很长 由于它是被拢总拼起来的 所以皇帝就给它 取了龙这个名字 其实不管龙究竟是怎么来的 现在龙已然成为了 华夏的代表 华人的骄傲 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夏夏时夜时候 全为自不调 东部已经远离 多自发西方 不强牵耳没真伤 不可做军牙 没想起你 下中的下场过军牙 下转窗而河尽 下进我冰窗 下进全为堂胸 堂胸没至少 好象空家当军王 阿蝶是狗家 不将内山最终 欢喜喜一样 可知道军王 下朝会怎样 后面几代军王 逐渐来至少 本来的宋敏两步 能将到上堂 可惜神渠道 哪个没有那么长 可惜神渠道 可惜神渠道 可惜神渠道